财政部长王瑞杰说 公共服务领域必须转型 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而要做到这一点 又必须全体国人携手 并且结合长期策略愿景和创新文化 同时与政府合作为人民服务 王瑞杰在常年行政服务晚宴 及着生仪式发表讲话时指出 公共服务领域这些年来 在同人民的沟通交流方面有所改善 应用程序一连通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不过王瑞杰也说 公共领域可做出更多 让社会各阶层参与 开启新视野吸取好的想法 谈到公共领域推动创新时 王瑞杰强调 公共领域必须谨记 他们肩负的是对人民的责任 同几部公司不同的是 公共领域一旦失败 将丧失人民信任 使投资者失去信心 公共领域因此必须将创新文化 同长远规划结合 总共有57名公共服务人员获得着身 相机 似人 感谢观看